不理新郎國小消誤與家長會同力合作發展的相當成功 議員廖志成也期盼縣長 能盡快讓新郎國小有個遮風避雨的活動空間 這個運動體育的設施 就是我們的風雨球場 就對一個學校來說發展非常強 有時候可以說 不管是很熱的天氣或是流氓的時 他們的體育課都可以在那裡想 有時候可以得志體積思維融共同 很平靜的發展 嫂子化的比率越來越高 議員王采雲也期盼縣府 能協助學校幼兒園能夠征班 減少家長的經濟負擔 提升線內的生育率 當然在我們鼓勵多子化 讓我們年輕的這一些朋友 他們能多生育 這是我們一直在鼓勵的 那在這一種情況下 鼓勵年輕人生育 當然要有優惠 就是像現在幼兒園 為什麼這麼缺 我們西南國小幼兒園 他辦得非常好 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所有的父母親為了小孩 都會四處的去打聽 讓我的小孩送到最優質的學校來就讀 這是每個父母的理想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副議長龐一全 相當肯定校方成功的辦學 也期盼讓家長們更有信心 將小孩留在線內就讀 提高線內的人口率 民意新聞王國恩 普理採訪報導 請問我們 小孩留在家中 大學院的照片 小孩留在家中 小孩留在家中 就像中 小孩留在家中 小孩留在家中 我們在家中